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晚上好 晚安 我们还是说明一下今天晚上呢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礼物 希望送给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基督 为祂的救主的朋友们 这张照片我们昨天晚上没有特别介绍一下 这是Endeavor 就是奋进号 这一艘太多 退休以后在什么地方 大家知道不知道 就在California Science Center 我们修设实在非常愤愤不平 剩下的三艘我们居然没有分到一艘 可是我们来到AOA以后 很高兴居然在这边看到老朋友了 所以我特别选了 其实每一艘的poster我都有 我特别选了这一艘就是Endeavor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将来有机会我可以带大家到Size Center去看一看 可以为大家解释 里面的每一部分它的功能做什么 这个是Endeavor 二号以前我有直接参与在这些工作里面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poster能够送给我们今天晚上 你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助和生命主的朋友们 能够送给你作为一个礼物 也是你能够接受人生当中最好礼物的一个纪念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前 我会到那间房间里面 如果您等一下坐这样的祷告 愿坐这样的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 我会在那边 我会每一个呢 签上你的名字 也会签上我的名字 把这张东西送给你 希望我这次带你 那另外再介绍 今天晚上会有相当多的内涵呢 因为书很多 大家真的想要了解这方面的书 还有几百本书 我不可能一一介绍 可是有一本我想特别推荐 是Harvard的Professor Legmu 所以写 How to Build a Habitable Planet How to Build a Habitable Planet 因为这本好的书呢 它是从Big Bang开始讲起 然后一直讲到 要像地球这样的环境 要有生命的话 就要具有什么样的条件 应用于说出来 这本是这类书当中 非常好的一本书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 不送人的 那另外的这一本呢 我是有带了几本来 这本是我写的 Amazing Universe Amazing Good Fortune 奇妙的宇宙 奇妙的好运 其实那个好运这个字 后面我原来是要想加一个问号 可是那个publisher说 哪有title后面加问号 所以我用问号就没有加上去 可是呢 它原来意思就是 奇妙的宇宙 难道是好运吗 所以我当中有提出来 很多的这些证据 奇妙的宇宙 奇妙的好运 那这本书比较特别呢 就是中英文对照 然后一般来讲 中文这些书后面 通通都没有reference 那我这本书里面是 每当我讲到的一个证据 后面都有reference 出出同种地方出来 那这本书呢 我带了几本 在外面师母的摊位上面有 原价publisher是很贵 差不多要三十九家金 要四十元一本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就大家 请大家自由奉献 也是支持我们远东广播的事工 那请大家自由奉献的话 我们师母那边有几本 我们会给你们 那 这边也提一下 远东广播是做什么的呢 如果您从国内来的话 在中国可能四十年前听过说 如果收听敌台的话 是现行反革命的 那收听敌台 那个时候收听的敌台是哪台呢 有两个 一个叫做美国之音 那个现在还是敌台 还有一个呢 就是梁友电台 梁友电台 那现在不是敌台 那谁是梁友电台呢 各位听众朋友 您好 这里是梁友电台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百姓请进香港九龙 游镇大友节一号十楼 这就是我们 我们在中国 连续的广播到今年六十七年时间 从来没有见到过 也很感谢神 我们的广播其实非常受到 不单单在中国有大量的听众 每月单从手机跟网站上面 收听我们的收听量 它每月是一百二十万次以上 每月 一年加起来一千五百万次 那不单单从网站 从手机 从无线电上面的广播 现在在三年前 我们曾经制作的广播在中国 广播呢 有一个节目 曾经在当地的电台 把报道去玩得到 社会文教类的广电奖 第二名 在中国 所以其实我们的广播现在非常受到肯定 也是非常好评 所以我们套句中国的 从国内的这个术语呢 我们是社会委婉的正能量 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我们的第二堂 讲到生命意义何去何从 我们昨天讲到宇宙有没有意义呢 人生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看到这宇宙的确有一个开始 宇宙开始是137.7年前 是从在宇宙以外的原因 将宇宙从无变成为有 在那一刻所有的能量 质量 时间 空间 从无中创造出来 在世界各地的 都有不同的文化里面 都有不同的古籍 所有创造这样子的传说 换句话讲 各地都有神话 可是只有一个是神的话 唯有这本经典 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尤其创造那个字 贝拉那个字是从无中生有的创造 从无中生有才叫做创造 如果用现有的物质去创造 那不叫创造 那叫做制造 所有的文化当中 各种文化里面都有所用创造的团体 在那些团体里面所讲的 都是用现有的物质来创造 不是创造 所以我昨天就问了一件问题 若你说要用永生 若这永生的来源不是永恒 那有什么永生呢 你要说永爱 若这永爱的来源不是永恒 那有什么永爱呢 唯有创造宇宙万物 在宇宙以外的创造了这个原因 才是永恒 唯有爱从永恒来了 这才是永恒的爱 唯有生命从这永恒来的 才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看到宇宙有多大 我们昨天看到了 宇宙有多久也看到了 宇宙有多少种质量也看到了 人与宇宙比较有多大也看到了 我们昨天再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昨天看到宇宙从有无限小的眼 急速的扩张 然后不但要扩张 然后还要凝聚 很重要两个 第一个是扩张 第二个是凝聚 扩张从土中创造有凝聚呢 将创造的物质凝聚起来 才能够形成星球 成为星系 成为星球 然后才可能有生命 所以这两个过程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扩张 第二个是凝聚 接下来就看到这凝聚的过程当中 才能够形成像这样子的星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银河星系 非常像这样子的一个星系 全宇宙总共有多少个星系 昨天晚上也讲到多少 记不记得 十的十一次方 那么多星系 一个星系当中平均大概有多少个 像太阳这样的星 十的十一次方 所以整个宇宙的十的二次方 那么多星 好 我们今天晚上特别呢 就来看 要能够 不单单这宇宙 要能够产生 宇宙的扩张 与它的凝聚 两个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 这两个因素 第一个 扩张 是它的能量 第二个 凝聚呢 是它的质量 它质量要精密地调整到 十的六十次方 分之一 幻觉化小 整个宇宙 若多了一粒针头 少了一粒针头 你我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昨天晚上看到 是整个宇宙的大气象 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看 要凝聚以后 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地球 要有什么样子的条件 生命才可以存在 第一个 我们看到 在这个宇宙当中 要凝聚以后 形成一个星系 比如说我们的 Milky way 昨晚 Milky way 牛奶 如果我们叫银河 银河星系 我们说银河星系的中心 是不是最好的位置呢 我看到在 十五世纪 十四世纪 四世纪末 十五世纪的 那时候神学家 罗马教廷 这跟 跟我们基督教没关系 我们天主教 罗马教廷呢 那个时候坚持 说太阳 不是太阳系的中心 地球才是太阳系中心 他们以为 物理 就是地理的中心 是最好的位置 那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现在的银河系 银河系里面有十到二十二十方 那么多星 如果我们人的位置很重要 是不是应该刚刚好在这个银河系的最中心呢 是不是 听起来 这个问题有点质疑是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在银河系的中心没有办法生存 在任何所有的星系最中心 一般来讲 都是一个叫 Supermassive Blackboard 极大质量 重量的一个黑洞 因为有那么极大质量 能量质量与重量的黑洞呢 它才可以将 这中围所有的这些星呢 围着它转 所以中间 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质量的话 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大的重力 没有办法产生那么大的引力 让其他的这个星球围着它转 所以在最中心的地方呢 如果有一颗 这样子的那么重的黑洞的话 是不可能生存的 没有任何的生物 可以在任何一个星系 像银河系的中心的话 有一粒这样子的黑洞 在中心的地方 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生物生存 因为当中大家知道 在任何物质 任何的 这个 任何物体呢 它在旋转的时候 有加速度的时候呢 它会释放能量 所以呢 在靠近 靠近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的时候呢 它这旁边的这些 这些星呢 在围绕它段呢 太靠得太近的时候 它就会掉进去 掉到黑洞里面去 那掉到黑洞里面去的时候 这过程当中呢 它会将能量释放出来 因为这加速度运动 被能量释放出来 产生的能量呢 会产生高能的辐射线 Gamma射线跟Hectory射线 所以在 硬核的 星系的中心是 绝对不可能有生命 太远了 硬核系的太远 离中心太远 也不可能有生命 因为有 不够有足够的物质 能够凝聚起来 能够产生星 能够产生行星 所以呢 在整个 任何的星系当中 只有有一段的地方 叫做 habitable zoom 能够有生命存在的区域 那第二个 有非常重要的habitable zoom呢 就是在任何一个 恒星 比如说太阳是一个恒星 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呢 有八大行星 可是八大行星呢 不是都能够有生命存在的 唯有很窄的一段的地方 它的温度 是适合能够生存的 这个温度呢 有个限制 就是要能够保留有液态水 要有液态水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今天 take all granted 我们觉得说 水到处都有 因为地球上最多的 这个物质就是水 可是因为有液态的水 才可以保持我们身体里面 每一个细胞上面的循环 我知道在UCDI当中 这边有学医的 星层代谢若没有 一个一体的溶剂 是不可能有星层代谢的 如果你从维细胞 一个很小的细胞 microbiology来看 到一个整个身体 要有星层代谢 一定要有个非常好的容器 那这个最好的容器呢 就是 为什么水对生命 如此的重要 不单单要水 单单水分子 water molecule还不够 而且要水的分子呢 是在液态的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水呢 要液态水 其实它的温度 范围非常非常窄 只有100度Celsius 就摄氏100度 那么窄的关 那在那么窄的关 这个浮动里面呢 我们地球如果离太阳 再近百分之五 所有水全部蒸发掉 地球若离太阳再远百分之五 所有水全部结成冰冠 所以连地球呢 围着一个恒星 像太阳这样恒星呢 它有一个很窄的 叫hackable zone 只有在那个地方 才可能有生命存在 所以看到 整个的星系 它有一段 很窄的一个 能够有生命存在的地方 然后在这一段 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地方呢 当中的任何一个恒星 在恒星的周围的行星呢 又有很窄的一块 一段地方是可能有生命存在的地方 可是可能有生命存在 不见得有生命 这是两回事情 可能有生命存在 一直看到现在 讲到现在 只有讲到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 水而已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 在地球上 应该有200多种条件 有200多种条件 要能够像我们这样的生命存在 生命要是很低等的生命 其实我说 我们拿地上的细菌 地面上的细菌 我拿到月球上面去 然后我拿月球上面 拿月球的土 然后加点水 拿盒子装起来的话 地球上的细菌 在月球上面拼活的 细菌不难活 细菌不难活 人很难活 所以幻觉化党在地球上面 最适合生存的是什么 没错 细菌 人最后都会生病 生病以后都会死亡 死亡以后都会被手消化 对啊 最适合生存的是细菌 人是反其道而行 生命有没有意义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看 很多的这些例子 就是反其道而行 跟我们平常能够想象 最适合生存的条件 很反其道而行的这些条件 才能够让你我这样的生命 能够生存 把我们继续往下看 今天晚上要讲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讲得很快 昨天我讲到说 讲到能量密度与质量密度 整个宇宙的形成过程当中 如果多了一个真头 少了一个真头 像你我这样的生命 就可能生存 这一面 这一片图呢 是在我那本书里面有的 原有更详细的解释 所以 我们看地球所在的位置呢 人能够生存的地方呢 其精力的条式更难以想象 所以究竟人生有没有意义呢 我们看到能够像地球这样的环境 实时的215分之一 昨天有人问说 这究竟怎么算出来了 我说不叫这200多种条件 综合一起来看 能够像人这样高的生物 这样生命能够生存的 它的机率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只是用水来算的话 那机率没有人不需要那么多 那机率会高得多 所以由这些数据来看 宇宙当中救救你和设计者 人的所在之地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人生究竟有没有目的 我如果机率来看 似乎真的是有创造成 我用机率来看 似乎真的是有目的 真的是有意义 当然也有人太服气了 不是刚好 如果这时候碰巧 我说我并不是来证明神 如果大家说 我用科学来证明神的话 那神是不是在科学底下 我不是用科学来证明神 不是 我有科学家的身份的话 我是来做见证的 我不是来证明 我提出来这些证据以后 让每一个人 在你的信仰当中 你可以做一个更有理的学者 你的理是不是从这些证据而来呢 还是你的理根据你自己的坚持而来 让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来做这样一个很明理的证据 所以什么是意义呢 我说人常常会问一个 所以我讲了 当中我师母就说 你要讲清楚一些 我说人常常会问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人从哪里来 人往哪里去 人活的做什么 其实一点不是无聊 我讲的话是一个反恐的 我讲的话是一个反恐的 这其实是人生 人与其他生物最大不同的这个问题 只有人回来问人从哪里来 人往哪里去 人活的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 其实这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什么叫人生的意义 什么叫人生的意义 人从哪里来 这是不是一条道路 如果我们看整个宇宙的行程 我们看到整个地球的行程 我们看到原来从开始到现在 13.77 billion years 在这过程当中是有轨迹可寻 有道理可寻 从这个道理来看 似乎这样子生命 每一个都有精密的设计 精密的目的 他有个道路 这道路呢 如果用英文来讲叫trajectory 从过去的trajectory 我们会不会 可以来预测未来的方向 如果我们学数学的 我们叫common filtering 有没有学过common filtering 有没有学过common filtering 希望有学过啊 graduate school才会学 common filtering呢 new statistic function 用过去的trajectory 来预测未来的方向 我们比如说像要来做这个 这个hurrikan的方向 我如果观察hurrikan只有一天 有没有可能预测未来往哪方向走 没有办法是不是 所以我要观察hurrikan要好多天 是不是 然后加上周围的环境 观察好多天 然后我们用过去的经验 来预测将来的方向 所以什么是道路 我们看我们的人生究竟有没有异性 生命究竟有没有异性 我们看这宇宙的设计过程 一到现在有没有它的意义 它的道路 第二 如果有一个道路的话 它有没有一个方向 有没有一个目标 如果有道路的话 它应该要有个目标 所以人问说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出去 不就是道路追求真理 然后呢 当我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要往哪里去的时候 我接下来就问说 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活的为什么 这不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吗 请问谁讲过这句话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若用科学来解释的话 我若看宇宙的起源 宇宙的创造 到今天有机可循 我们知道既然有机可循 就知道有位创造者 我们要去寻求 这创造者所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活的 为什么 我们生命的意义 与目的在什么地方 若不借着这一位 耶稣基督 我们就找不到 创造宇宙的那位创造者 就没有办法 若不借着我 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家 有很多的教徒 只有一位就 只有一位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所以当我要回去 就看到 若这道路 真理生命的来源不是永恒 那有什么意义 当我们回去看到 约翰同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道这个字 在原文就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 这太初就有神 口中所说出来的 这是说出来的话 这话呢 在开始 在万物还没有创造以前 他已经与神同此存在 不单单如此 然后万物怎么样 万物是借着他所造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所造 所以换句话讲 这万物 这宇宙的创造 是从怎么样创造出来的 是道创造出来的 不是捏一把揸出来的 所以有人 那十几年前 有时候我在教课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 你说神创造神创造 神究竟怎么样创造 那时候我就 突然一下就 一下碰出来 我说神用他的律 律他的定律来创造万物 神用他的画 这画就是定律 这定律包括了物理的定律 包括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定律 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属灵的定律 所以原来物质的定律 所以道德的定律 属灵的定律 都是年快起来 都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 这位道 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样子被他 不是被他说的 借着他所造的 生命在他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可是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里 却不愿意接受 第十四节 最奇妙的就是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这是父独生子荣光 这位父独生子是谁呢 就是耶稣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有人问说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位神呢 昨天晚上更有人问我 有的很有意思 究竟有没有外星人呢 我说问题问得很好 我说第一个呢 你想问的外星人 如果不是外星来 那就不是人嘛 是不是 如果真的从外星来的 那就不是人了 所以真的你想问的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 在这三度空间 加上时间 四度空间 以外在空间以外的 有智慧的 一位一个生物 进入到这个三度的空间来 有没有可能呢 哎 我说历史上呢 有一位哦 也只有一位啊 谁呢 耶稣基督 那可能说 三度空间以外 很难想象 我给你一个比例 你就比较容易想象 青蛙没有变成青蛙以前是什么 蝌蚪 蝌蚪在水底下游的时候 不知道在水面上的世界就是 是什么 当蝌蚪在水底下游 并不知道它游一天 蝌蚪变成青蛙 当蝌蚪变成青蛙以后 青蛙可以在水面上 也可以在水面底下 青蛙可以到水面底下 像蝌蚪团 蝌蚪 水面上的福音 是不是 哎 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外星人 在这四度 我们所生活的 三度空间加时间的四度空间以外 进入到这个 四度空间里面来 向人诉说 神爱世人的福音 所以真的 若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不是像这样子白骨子的老公公呢 当然不是 如果 用科学来证明神 那这神不过在科学以外 这不过是木质的一个神 如果创造的神是白骨子的老公公 也不过是在这宇宙 物质的宇宙里面的这位神子而已 没什么两个 所以真正的创造 什么是创造 我们读到创世记第一章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 神的人运行在水面上 非常重要的句话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那有人讲说 那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什么意思呢 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大声起火说 光来呀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空气 叫来呀也听到 我耳朵怎么能够听到 要有空气是吧 空气产生压力波 压力波震动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耳朵才可以听到 所以是这里讲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张图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字 从这Mexploitation就产生了光 换句话讲 神说要有光 神定立了这万物的定律 将这定律放在这物质的宇宙当中 这物质宇宙当中 就开始有能量 最重要的 能量存量能量的形式怎么样存在 就是光 存能量的形式就是光 所以 如果大家真有兴趣的话 等下你到那间房间 我给你解释一个 每一个以亏许是什么意思 解释完以后你要法证我 你把它背起来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说这个字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道 神的话就是道 神的话就是万物的定律 神的话掌管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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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创造 什么是道 就是万物的定律 所以神创造光 神不单单创造物质的宇宙 神也理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神也理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如果真是造物主 他的说就是定律万有的定律 如果大家真有兴趣的话 我这边列了这四个重要的equation 这四个重要的equation 对整个宇宙都非常重要 这是你想知道吗 左边左上方是general relativity 右边呢是special relativity 左下方是maximal equation 右下方呢是second law of general thermodynamics 这个是我在宇宙的定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跟整个宇宙非常有关系 所以神的话创造 第一他创造他所说出来的律 是时空物能物质能量时间空间各项的定律 第二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 不可做假真正陷害人 做假真正陷害人 这是什么呢 道德律 所以神创造人很不一样 以其他万物不一样 神给人有这样子 非常重要 人与人之间要有这样子的道德律 非常不重要 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没有这样子的道德律 没有个绝对的标准 这社会当中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自己的道德律 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能 到报章杂志上经常看到 什么叫毒奶本 什么叫地沟友 地沟友 这就是人的道德律以自己为标准 凡是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德律 对敌人 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这是自我为中心的道德律吗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道德律 与其他万物的动物很不一样 人的道德律是舍弃的 唯有从神来的 才可能有这样的道德律 所以第二 不单单神给我万物的定律 不单单是物理物质的定律 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律 第三个层次 更重要 我们人与其他万物不同 与其他的生物不一样 因为人的创造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 有神的形象最重要的一个形象是什么呢 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个空处 除了神没有办法骗 There is a void deep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Without God it cannot be filled 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一个空虚之处 除了神没有办法骗 可是呢 人常常会去找因品 什么叫因品 假 找假的来骗 找假的来骗 若不是真神 这个空处没有办法骗 所以这叫什么定律 这叫属灵的定律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属灵的定律 所以看三个层次 物质的定律 人与人之间呢叫道德的定律 人与神之间呢叫属灵的定律 他还说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万物是借在他所造的 万被造的 没有一样都是借在他造的 这位道就是定律这些所有定律的来源 这位道就是这位耶稣基督 他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神明 所以我们读到诗篇里面会看到 你的话说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我们人生的意义与方向 我必须要有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 诗篇一十九篇非常长 可是诗篇一十九篇非常的宝贵 说也要把你的话安定在天 你的城市存到万代 你坚定的地地就长存 天地按照你的安排存到今天 是你的福意 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我们将这段圣经继续往下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整理出来 神的话创造天地 神的话创造天 你的话安定在天 你的诚实存到万代 你坚定的地 地就长存 我们昨天讲到神的话创造天 设定地 创造天 创造地 第二 天地是按照你的安排 你的律所 直到今日 万物是你的福意 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所以神的话 他的定律维系了整个天地的运行与存在 你们都会看到 若整个天地宇宙 创造之时 多一个阵子头 少一个阵子头 生命就不可能存在 第三 我不忘记你的训词 因为你用将训识将我救活 我是属于你的 你救了我 因我寻求你的训识 所以神的话是训识维系我们的生命 我们刚刚看到地球 若距离太阳近百分之五 圆百分之五 水就不可能以液态水的方式存在 接下来 给大家看一看 像在地球上面 要能够维系 所有这些条件重要的几个因素 第一个讲到水的循环 所有的幻物 所有的生物 一定要靠有水 才可以有两项 第一个叫星辰代谢 第二个叫做遗传 这样才能够叫生命 生命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 一个叫星辰代谢 Metalism 第二个叫 你要能够遗传 有能够遗传 能够有星辰代谢 才能够有生命 所以生命呢 一定要靠有一个高溶解度的一体 能够带动 Metalism 能够带动星辰代谢 所以水的循环非常重要 不单单是有液态水 然后有液态水以后 你要有水的循环呢 一定要有大气层带动 是不是 看像这样 看到 能够有云洒在地面 蒸发 蒸发出来变成云 云洒像雪在高山 从高山当中 与雪融流 形成河流 从河流里面带到海洋 再从海洋里面再蒸发 因为有这样的循环 才能够将氧气带到水里面去 有氧气带到水里面去 水里面才可能有生物 所以水的循环 要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球的清洗脚 地形 为什么能够有四季 为什么您在家里后院种水果 能够到了春天 有 帆石流 到了秋天 有橘子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 果子 有不同的作物 我在华北的农村里面 曾经 在那边有 培训的机会 那我就发现了 它那个地方很奇怪 在华北有一个区域里面 可以又种稻 又可以种麦 同块地 他说因为在那边的气候刚刚好 夏天的时候可以种稻 冬天的时候可以种麦 所以同块地 自然的轮根 可是如果没有冬天 夏天 那怎么办 在地面上能够最高等的生物 也不过就是胎类 青苔一样的这样子 所以要有高等的植物 才能有高等的动物 向你往 那要有水的循环 你要靠地球的自星角 23.75度 因为地球的自星角 所以让地球围绕 太阳公转的时候呢 能够有四季 然后能够让地球上面的温度呢 很均匀的分配 要不然呢 就好像 你在烤一个蛋糕 放到维波里面去 可是那维波罗都转得很快 拿出来怎么办 一面糊了 一面还生了 所以地球很重要 很重要两个 第一个会自转 第二个呢 有个倾斜角 有倾斜角 能够有四季 能够自转 才能够有日夜 所以 第一个是24小的均温 第二个呢是365天的均温 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再看 因为有水循环 才能够有光和作用 我们吃的东西 所有的食物来源 主要呢 都是靠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呼出来的一口气 什么 二氧化碳 说到二氧化碳 不是废气吗 其实我们食物来源 通通是从废气来的 我们呼出来的废气 二氧化碳 与水蒸汽 经由叶绿素 形成 叫做光和作用 就形成了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 糖类 碘粉类 我们吃物 吃的所有食物 通通是靠着废气来 所以 再接下来就看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碳的循环 碳元素的循环 不单单要有水的循环 要有碳元素的循环 要有氧元素的循环 然后 比如说氧元素 碳元素 水的循环 这个糖都很容易了解 可是有样的东西 不太容易了解 为什么空气当中 都是纯氧气 或者只要氧气跟 二氧化碳就好 为什么当中80%左右 都是一种堕气 叫做 氮气 氮气 第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空中的 空气当中是纯氧化 很快的东西 很多东西很快就氧化了 如果点火柴的话 马上就 一点的话 马上就像产生爆炸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记得小朋友 我们中学的时候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就是实验老师呢 这个快学老师就拿 一个氧瓶 里面放冷一氧 然后就 所以 点了火柴往里面一丢啊 它一丢以后 那一丢进去里面 碰一下 马上就爆炸了 所以存一样 不能生存 必须要 一定需要冲蛋 要冲蛋用什么冲蛋呢 我们叫做 淡气 我们知道我们要种 家里面要种果子 种蔬菜 种以后 不单单要浇水 还要放什么 要放肥料 那肥料能够让它长叶子 是吧 长叶子最重要的是什么肥 淡肥 是不是 有淡肥才能够让它长叶子 能够长叶子以后 才能够形成光合作用 它才会成长 对啊 你在你家后院 你种菜 你种果素 你可以施肥 大草棉呢 谁给它施肥 对整个地球最重要的呼吸的肺 在Avazon的大丛林呢 谁给它施肥 空气里面是有很多蛋 可是这个蛋呢 没有办法直接当吹掉 可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循环 这蛋气 在打雷的时候 打雷的时候呢 蛋气就会跟空气当中的水蒸气的分子 就会形成 Amonium N2 加上H2O 然后呢 会产生 NH3 NH3 下雨的时候呢 就融在水里面 降落在地上 氨气融化在水里面 就是我们 在化学实验室里面 有那一瓶东西很臭的 那边 Amonium水 就是那个东西 降落在土地里面 成为大草原的养药 所以这在地球上面 要能够有高等生物这样生存 是这些循环 每个循环 扣着每个循环 缺一不可 所以不单单只是水 在地球上面 要能够生存 不单单只是水 甚至有一个我们经常 不常去想到的另外一个循环 第五个循环 我们看地球呢 其实真正外面固体的 这地壳很薄 它的比率呢 差不多跟一个蛋壳 跟蛋黄差不多 所以真正硬的部分呢 是外面的地壳 我这边先问个问题 大家想一想 因为你知道地面上 一直在地球上会下雨 下雨的时候会将地表 一直会冲 冲到海洋里面去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地壳呢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地壳呢 今年累月不是地壳就不见了 有没有想过 其实哈 在地球 早期的地球 整个水是 淹过整个地球的表面 在早期的地球 是淹过整个地球的表面 然后因为地球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机翅 然后能够让地面升起来 如果不相信的话 大家回去读读诗篇一百零诗篇 好我们接下来看 这里先讲这一段 地球 地球 离太阳 是一二三 第三个 我们看到离太阳最近的水星 原来有气 有气体的表面 那大气都已经被剥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太阳本身 一天二四小时 每秒钟都发射高能带电的例子 我们叫做太阳风 所以太阳风呢 会经过的地方呢 会将所有的气体的分子 被剥离 所以离太阳非常近的 这个水星表面呢 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大气层 为什么地球还能够有大气层呢 地球上面的这大气层 为什么没有被太阳风完全的剥离了呢 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我们叫做北极光与南极光 大家有没有到阿拉斯加 如果你到阿拉斯加去住驾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 不过冬天都不太开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尽早去 有时候在阿拉斯加可以看到 晚上的时候就看到 空中会飘过片 好像像云一样 绿色的云一样 一片很快一样飘过去 很快一样飘过去 可是它其实它不是云 它在地面非常高的地方 在大气层 远比大气层高的地方 这是什么呢 其实太阳风所形成的 地球 虽然不断的被太阳风在撞起 可是地球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的磁场 非常强力的磁铁 当带电的粒子 经过一个磁场的时候会怎么样 安平右手令令 什么 磁场方向 电流方向 它也会受力 它就会转弯 所以当这些高度带电的粒子 进入到这很强的磁场的时候呢 它就被陷在北极跟南极 空中的上方 所以当我们看到 北极光与南极光 是一个最好的提醒 若不是那位创造者 精密的创造 我们看到北极光 南极光 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生存 因为那些就是太阳风 那太阳风没有办法达到地面 因为有地球的非常强的磁场 将这太阳风 现在南极跟北极两端 如果大家到阿拉斯巴 会看到像这样 我们看到这地球精密的设计 你像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涌不动摇 深水 折盖地面 如同地上 珠水高过山岭 地球 按照地球物理学家的研究 地球表面 原来是完全为水所淹没 可是呢 很感谢神 在诗篇104篇第7节说 你的四则一发水便奔逃 你的雷神一发水便奔流 珠山身上 诸谷臣下 归于你为他所安定之地 你静的界限 是水不能过去 不能再返回遮盖地面 这里描写的什么 加州是观察这个现象最好的地方 什么叫Saint Andrew's fault Saint Andrew's 断层 就是观察这段迅速最好的地方 为什么 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地面 不是通通在水底下 因为地表有个叫Platonic Platonic Movement 地壳的表面不是固定的 地壳的表面本身呢 我有这样的比喻吧 就好像一碗热汤上面飘的麻油一样 互相移动 那那层油呢 你看它截起来之后 会揍起来是吧 那揍起来就好比我们的山 地球的表面 因为有地球大物板块的飘移 互相的压集 所以才会形成有山 才不断的有造山运动 让陆地继续能够在水面上面 要不然最高等的生物 不是人吧 那是鱼吧 所以第五个循环 就是大陆板块地壳的循环 一样是个循环 在太平洋的东西 产生新的大陆板块 向两边飘移 然后呢 一个向东飘移呢 碰到洛杉矶 洛杉矶 两块 Rocky Mountain 然后往上挤出来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所以每次师母很喜欢看山 开车开开 哎呀你看山上的房长漂亮 那是大陆板块挤出来的地方 千万去不得 这是地震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地震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可是呢 若没有这样子的大陆板块的飘移与巡回的话 高等生物不可能生存 所以地震 以整体来看 是神的助力 没有地震 人不可能生存 也有 唯有人能够了解 地震怎么形成 也唯有人能够了解 哎 你住在加州的话 要买地震保险 我们刚刚看到风 看到水 看到氮 看到氮 看到二氧化氮 看到地层 这五个非常重要的循环 生命的气息完全依赖于这些的循环 那我们说生命怎么样的产生呢 如果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可能听过在中学的生物课里面 可能学过有个叫Euris 说最早的原生的生物呢 大概是在早期的地球上面有些池塘 这些池塘呢 因为地表上面的这个原始的大气层 经由闪电打雷原物呢 产于地面上面的氨气 然后氮气与氧气呢 形成了氨基酸 然后降落在这个池塘里面 经过这一年累月的累积呢 就形成了有机物 然后就自然形成了生命 有没有上过 Eurexylian 有上过吧 好 这就是很有名的所谓的Eurexylian Eurexylian呢 用两个Electron 电器 产生闪电 来代表 模拟当初的大气层里面的闪电 然后在这个气体里面 它让它循环呢 有水灯器 有甲烷器 有氨气 有氢气 以及氧化碳 那将它经过巡回以后 闪电呢 经过几个礼拜以后 它就 将这个沉积的水里面 取出来 在这个沉积水里面 去取出来 一看 里面产生了有些氨气酸 然后这些氨气酸呢 有些是正式的 有些是反式的 就有左旋的也有右旋的 那事实上只有 左旋的氨气酸是可以用的 拿来制造蛋白酸 可是这里面所产生的 右旋的左旋都有 一样 同样分量 左旋的右旋 右旋是有毒的 不能用 只有左旋才能用 那时候就发表了这样的新闻 哎呀 我们发现生命了 是不是 这是我将近 四十几年前 将近四十五年前 我在生物学里面学的 从那时候实验一直做到现在 还是没有生命 氨气酸还是氨气酸 氨气酸还是左旋跟右旋 还是一半一半 所以因为实验一直到现在 大家做过 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然后越重复了以后 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 当初在做这实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放的是 水蒸气 甲烷 氨气 氢气 氢气 然后CO 就一氧化碳 有样我们现在呼吸的 空气里面有样最重要的空气 成分没有在里面 有没有发现 没有氧气 没有氧气 他们以为当初 开始以为说 初期的大气层里面成分是这样 现在才发现呢 其实大气层里面有很多的氧气 如果有氧气呢 产生闪电的时候 氨气酸刚刚产生就被氧化掉了 如果重复了优瑞实验里面发现呢 不单单原来的氧气酸 没有办法保存 反而越来越少 所以经过这50年 如果你再去问 再去问 当初做这样实验的这些科学家 他们继续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们对这样子 对这样子的这个实验呢 现在能够有任何希望 是非常非常凉 所以在卡尔士正能 曾经讲过这一句话 这些科学家 有了解的脑袋 包括Messenger RNA Adaptor DNA RNA Ribosome 和Diversity 与Specialized Enzyme 我们能不能想象 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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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变化了 这些变化的变化 看到没有 卡尔士正能 随便讲一下 卡尔士正能 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研究以后 他说 不可想象 没有办法 能够产生 RNA Adaptor RNA Ribosome 那么各种不同 非常在产生生命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些成分 没有办法 能够经由这样无际的方向 能够来产生 所以说呢 卡尔士正能呢 跟好些其他的科学家呢 他们现在有个理论呢 可能地球上的生命呢 最早的生命的这些DNA呢 是从外星球来的 从外星球呢 特别放到地球上来的 那外星球那个DNA怎么来呢 只把问题推到另外一边球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零时间的困惑 在地球呢 差不多说 33.8 就38亿到4.4亿 38亿到40亿年 这段时间呢 叫Heaven Bombardment Era 地球上面不断的 有运星跟运石在轰炸 在那段时间里面 每一次的轰炸撞起呢 就让地表层 重新融化一次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地球表面是绝对不可能 有任何的生物生存 可是当这些Heaven Bombardment 运星撞起 在差不多38亿年前 一下停止以后 在地球上面 就开始找到有生命的迹象 很奇怪 非常奇怪 然后有另外一个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 Evolution Big Bang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 Camperine Explosion Camperine Explosion 看到这边只有两三个 在整个地层 整个地层 整个地球 差不多46亿年的 这个地层的地球历史当中呢 差不多在3000万年前 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 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 地球上面 十个 我们那个时候是 界门纲目科书总里面的 十大门里面 九个门已经出来了 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多少 二十个 我们那个时候学生 十个 分裂大概分成十个 所以地球上的生物 其实 并不是像我们在生物学里面所学的 从单细胞的 然后慢慢形成 越来越复杂 越复杂 然后最后形成人 其实在Camperine Age的时间 Camperine Era的时候 我叫寒武器 在寒武器的时候呢 所有的生物突然一下 突然在这里 而且是非常复杂的生物 在那个时候 在地球上面所有的 这些 种 species 比现在还多 所以 Evolution 这个资产 第一个 它的Evolution呢 翻译绝对错误 不是进化 Things will evolve 如果是英文 你直接翻译 应该叫什么 事情总会 变化 没有说进化 Evove的意思是什么 是变化 变化可以进化 也可以什么 退化 也可以退化 对 所以在地球生物的 演化的过程当中 可以进化 也可以退化 可是呢 绝对有变化 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知道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狗 我家里我养了一只小奇蛙蛙 每天晚上跳上床跟我一起睡觉 谁怕 很小 但我也知道狗里面当中很大的龟面 200磅 200磅 小狗 最小的 叫Teecup 奇蛙蛙蛙 可能最五六磅 五六磅那么小 到最大的 200磅 所有的狗 所有的狗 是不同的种 还是一个种 一个种 一个种 不单单狗 所有的狗是一个种 狗跟狐狸跟狼 跟狼 跟土狼 跟Jekyll 都是同一个种 大家知道 都是同一个种 都是从狼出来 所以人呢 可以用计划 用种的筛选 可以让狐狸 可以让狼 变成那么多 各式各样不同的狗 有没有演化 不要怕 基督徒啊 不要怕 证据是证据 有没有演化 当然有演化 你看到那么多的狗 能够变化出来 是什么样子 让它演化的 人字会是这样的 你有设计才有演化吗 你有环境的设计 变化才有演化吗 如果地球上的环境 从来没有变化的话 就不会有演化 所以不要怕演化 可是呢 问题在什么地方 演化不是净化 净化说什么 适者生存 游胜劣败 所以幻境画讲 最适合生存的是细菌 你我会怎么存在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物种会不会有演化 会不会适应环境演化 当然会啊 而且人还很聪明 会因为神所创造的 演化生物的这些定律 来应用这样的定律 能够造出来各种不同的狗 是不是 那换句话讲 人能够学出来 能够造出来各种不同的狗 神口可以用同样的程序吗 不要怕 不要怕 我从来不会到任何地方来 推销进化论 第一个进化论这个翻译本来就错了 如果按照进化论这个地球上面 最适合生存的是细菌 可是 你看到这世界上的万物 所有的生物 能够像人这样子尊存 不是偶然 不是几率 用几率 等一下给你看一下 这个数字 能够用几率产生一个细菌的几率多少 更不要讲 好 我们继续玩一下 所以在Cambridge Edge的时候呢 其实在地界上 各式各样的生物 能一项桶都跑出来了 然后各式各样的生物出来 有没有 这叫三甲桶 这是三甲桶 这个叫云南刺虾 此过这个刺虾呢 六尺长 好大的刺虾 发学在什么地方发学出来 在云南 最有名的一位叫陈军远教授 陈军远教授在云南发学了这个地层 在Cambridge Edge发展出来 这个地层 他就说 达尔文呢 达尔文主义啊 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一部分的 这个故事 的确生物会有演化 可是呢 我们看到地球上面的生物是突然一下产生的 然后呢 慢慢慢慢变少 然后生物是不是会改变呢 会改变 会不会经由环境的变化 有它的演化呢 会有演化呢 那可是呢 生物是从地面上 在地表上面 一下子产生 好 我们再下来看几个数损 我们说要来合成一个蛋白质吧 我们刚刚看到是 在Uric实验里面有产生的氨基酸 氨基酸大概 我们现在能够有的氨基酸呢 差不多有二十多种 二十多种氨基酸 能够用的氨基酸呢 能够来合成蛋白质大概有二十几种 有二十种氨基酸吧 然后一个蛋白质最小的 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 差不多是一百个氨基酸件 所以有一百个氨基酸件 然后有二十种的氨基酸 氨基酸能够来选择 来合成一个蛋白质 它而且只有左手 左旋的左手的氨基酸才可以用 它所能够合成一个蛋白质 它的几率多少 10的191次方分之一 它只是蛋白质吗 不是生命 千万看到啊 这里还不是生命啊 只是蛋白质啊 我们再往下看 另外 最简单的病毒吧 Virus 其实病毒不见得毒 Virus又好 Virus也坏 所以不见得毒了 所以我们英文叫Virus 中文翻译成病毒 那一个最简单的病毒 它差不多要250个基因 要合成一个病毒 它的几率是 10的18750次方分之一 一个病 要合成一个细菌呢 多少 10的 142千4方分之一的几率 所以我们昨天所看到的那个几率 比起这个来讲 零头数了 是不是 生命 如何产生 人与其他生命 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到 既然去看 神的话 是我的法度 让我能够见别 什么是是非 什么是善 因为人 与万物不同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 讲到的一个例子 猴子猴王怎么选出来 不是举手 也不是投票 是打出来的 姓猴王一选出来 以后 第一件事情 昨晚我讲 你记不记得 就把 不是他所生的小猴子 脖子都给你断了 我说 哎呀 这个好残忍 对猴子来讲 非常好 非常道德 因为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 残忍 所以如果有人 也用这样子 道德律的话 他就不是人 所以人 当神 将这样子的定律 将物理的 化学的 生物的定律 放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创造人 然后给人呢 有与其他万物不同的 道德律 这道德律 往往是 舍己为人的 这道德律 往往是不会 危害自己生存的 下大雨 河嘴暴涨 看到一个小孩子 蹦一下 掉到水里面去 这个小孩子 宰城宰福 快要淹没 你随着他跑 然后你接下去 很自然的动作 怎么样 跳下去救他 一跳下去 发现 我不会有水 你怎么会跳下去 因为神创造人手 将神的形象 犯给人 所以人 有公义 有怜悯 有慈爱 有永恒 人会有舍己 为人之爱 所以 净化论 最要不得的净化论 叫做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净化论 将优胜劣败 适者孙存 这样子的原理 用在整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我们所反对的净化论 是最要的 这个净化论 这样子的净化论 造成了 毒奶粉 地沟油了 这样子的净化论 所造成的结果 就是将人当细菌 所以为什么会有种族歧视 种族屠杀 人没有生命的尊严 敬畏 社会净化论 神的话是我的光 只是我正确的道路里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光灯 是我路上的光 以公义的典章 让我能够启示 遵行 神的话是我的律法 能够教训我 让我们不禁不忘记 你的律法 所以当我们看到 神的话 他的定律 不单单是我们平安所了解的 属灵的定律而已 神的话 天地所有万物物质的定律 道德的定律 属灵的定律 但我了解了所有这些定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好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像圣徒保罗所说的 虽然很好 可是我做不到 圣徒保罗不是讲过这句话吗 说 立志行善由得我 怎么样 行出来却由得我 我立志向善我想做的 我说做不到 我不想做得饿 我自己反而去做 我真是苦啊 怎么办 在圣经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新约 在耶利比书第31章31节说 在那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我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神 这律法 这些定律不单单只是写在石板上面 而是要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 怎么样能够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 就是因为 道成了肉身 这位耶稣基督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他要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的生命 翻转 让我们不单是去行在 写在石板上面的律法 而是让我们的生命 从里面完全的改变 什么叫做 从生 甚至尼哥比姆 犹太人的律法师都不懂 跑去问耶稣说 人已经老了 怎么能够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 其实耶稣基督用了那句话 从生 原文叫做阿拉给怒 给怒生出来 阿拉 这个字呢 有两双重的意思 第一个是再生出来的意思 第二呢 从上面生出来 哦原来从生呢 不单单是第二次生命 而且这第二次的生命 是从上面来的生命 是从在这三度空间以外 这永恒的创造者 给你的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 是这位耶稣基督 今天要来到你的里面 让你的生命翻转 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让从今以后 不再是我 靠着我自己的力量 必自行善 由得我 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而上耶稣基督 来到你的心中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 你能够面对罪恶 面对所有的困难 来面对所有的事态 你能够行我 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诗 神未曾应许天涉藏满 当然大家欢迎会唱吧 神未曾应许天涉藏满 人生的路途 花香苍茫 神未曾应许 藏清无语 藏了无痛苦 藏满无语 神却应许 神却应许 神不有力 心如有光 作功得喜 失恋得很足 为难又来 无限的体谅 不死的爱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教的生命 我自己在这六十年生命当中 前面十四年 是上帝的孙子 告诉你吧 上帝没有孙子 想当上帝孙子呢 是靠遗传 感谢神在十四年 我十四 十四岁的那年 让我生命翻转 在我十四岁的那年 还记得我全班有三个列的真 道处第一名叫姬志文 道处第二名叫曾广仲 道处第三名叫黄佳生 下了课以后去偷人家动静 到果园里面 那时候就翻十六啊 我一偷呢 不是偷一个 我偷一兜啊 这边偷了一兜 被农户发全 从后面追过来 一追怎么办 我放在兜里面跑 跑又跑过了 就开始往后面丢 丢我来找个好笑 那个时候在最终之路 那个时候觉得好开心 好好玩 然后那个时候到初中第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位 比我大五六岁 有位大哥哥 邀请我进入他们的青年团庆 我说好啊 去找一些新朋友 进入他们的青年团庆 说 那群年轻人 年纪当然都比我大 他们在大 但我还在东西 我们大家的物质条件 其实都很穷 可是他们生命当中 真的有平安有喜乐 我从那个时候才很真正的开始来追求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真正的 好好很认真的来读圣经 就是从这一段 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生命感 我不再是上帝的孙子 而上帝的孩子 神与我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那两位呢 那两位呢 姬志文 曾广宋呢 他们越偷越大 后来到工地里面去偷工地的建材 被警察抓到了 关了几天 送到学校来 学校开拓 就从那时候开始 在社会上混混当小牛马 我的生命跟他们生命就在这个时候 但怎么办 因为 这位耶稣基督 这位神儿子 这位道成肉身神儿子 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 张关我的生命 要不然今天我不会站在这边 今天我不可能来跟大家做最前诚 我们时间不多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神参见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连 沟通了两者之间的生命 我们昨天有看过 我们今天很重要 让我们再将这属灵的定律 和大家讲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有许多物理化学的定律 生物的定律 也一样 有非常重要 属灵定律 管理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第一律 神爱你 被为你 并且为你的生命 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神的爱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不至于别王 反得永世 神的计划 耶稣说我来了 就是要使他们得生命 并且得到更丰丰富富的生命 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首小词 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 做功得席 这样子的生命 可是为什么 世人都不了解 这样的很问题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劝了神的荣耀 他们心与刚硬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世人都犯了罪 什么叫犯罪 中国人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 我不偷不抢 我不杀人不放火 我哪有犯罪 是偷抢 杀人放火 这些都是罪的结果 叫做罪行 这些罪行 它的原因在什么 罪性 什么叫做罪性 罪性就是 人个人任性 偏行挤入 背向真神 以至于神隔绝 这种向神任性的态度 或使神 使人对神莫不关心 或公开反对 就是圣经说 所以换句讲 换句话讲说 什么是这个罪性 罪性就是拒绝 创造我们的这位真神 不愿意 不愿意这位真神来我们生命当中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要自己做主 昨天跟大家讲过这句中国的说话 我是破和尚 无法无天 和尚打了一个伞 那伞 那伞 好像把天遮住了 天还在吗 天没有改变 天永远在 可是人 却拒绝这位创造的神 拒绝看天 关起门来 在自己当自己的小爸爸 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一个例子 男女 男女朋友 女朋友 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是亲亲我我 相亲相爱 一结婚以后 吵得不可开交 大家不久前再看到一个 新闻 Angelina 不结婚还好 结婚就要离婚 为什么呢 一个屋顶下容不下 两个神 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人自己都想当神 都想掌管自己的生命 还想掌管别人的生命 想这样子的态度 就叫做罪性 因为这样的罪性 隔绝了人与神之间 人与神之间 有如生人隔绝 难以交通 人想用很多的方法 善行宗教 哲学道德 来找神找到 可是神 却猜浅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人的当中 向人诉说 神爱 耶稣基督 是神为人的罪 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 借着他 你可以知道 必经验神的爱 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 耶稣基督 是我们人与神之间 唯一的桥梁 第四律 我们必须亲自的接受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助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 必经验神的爱 与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让我们一起来试看 来读这一节 这一节圣经 是我们将 耶稣福音三章十六节 与我们自己发生了关系 耶稣福音三章十六节 讲到世人 我把这里世人 改成我 我们一起来 是的 一起来念念 神爱 神爱我 甚至赐上祂的独生子 给我们 要到使我们 不随便 犯得有用 第四律 我们亲自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助和生命的主 这样我们就可以 经验神的爱 并且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 因为神的应许说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他们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今天晚上 我们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有这样子 翻转生命 这样子翻转的生命 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神是万王之王 万祖之祖 你是万王之王 万祖之祖的儿女 你就是王子 公主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愿意能够有个不同的身份 是那王子与公主的身份 我是神的仆人 我是来服侍你们这些王子与公主 有两种生命的比较 第一种生命 像左边 在你人生当中有一个宝座 以自我为自我的中心 坐在这宝座上面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外 你不愿意接受他来到你生命当中 来掌管你的生命 第二种生命是在右边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 坐在你自己生命的宝座上面 让你自己从宝座上面退下来 你生命当中就能够经历到那样子 崩崩覆覆的生命 请问您愿意有哪一种生命 我们昨天晚上有相当多有十多位的朋友们 来做这样子的祷告 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的生命 我们今天晚上愿意再次邀请 我们当中 若我们的朋友愿意做这样子的祷告 我们等下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先念一次给你 亲爱上帝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祖 亲爱主耶稣上帝的我一弟儿子 谢谢你爱我 并为我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心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如果您愿意跟着我 等一下一起来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我在这边提出一个邀请 在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闭起眼睛来 好不好 请大家闭起眼睛来 不要看别人 我们能够彼此尊重 你尊重别人 你闭起眼睛来 尊重别人 所以当别人看 举手的时候你也看不见 你举手的时候别人也看不见 如果就在此刻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救主和生命的主 愿意来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请你在这时候举个手 你举手来 谢谢看到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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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举手来以后 马上就可以放下 我们昨天晚上有十几位的新朋友 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生命中 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愿意提出这样子的邀请 请问您愿意让你自己的生命改变 从今以后成为上帝的儿女 从今以后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你能够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丰富 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您愿意接受的话 请你举起你手 举起来以后就给你放下 谢谢看到了方向 是不是还有呢 我们刚刚有好几位已经举手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再后一次 最后一次再邀请您 如果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愿意等下一起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请你举一下手 然后就可以放下 你举起手来就可以放下 还有没有 好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 我们当中信徒我们可以陪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需要你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 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 上帝的唯一儿子 谢谢你爱我 并为我舍命 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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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再次的恭喜大家 我们当中刚刚有好几位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 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大家我们会唱的回应的诗歌 唱完一起来以后 我会到那间房间 我们的祖堂 我们会将这个礼物带过去 很愿意 我希望你很高兴 我们将这个礼物 签上 我的名字 我会签名 也将你的名字放在上面 我将这个礼物送给您 成为今天晚上 你得到人生最好礼物的这个纪念 谢谢大家